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PowerPoint的172个 这个本身来讲就是标出 我们这一段就是 在Jumoros的版本 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吉相 那个 那个 我们讲的理相极灭分 还有这个慈心功德分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一段 就是菩提 我们这个当幕极多的版本 我说菩萨的触解本 这个整个大段的经文 包括 所谓的 有三个部分 理相极灭分 还有慈心功德 后面的是能敬业障分 那我们整个这个 包括这个三个 三个 就是三品 三个部分 然后我们最主要的 在我们的 无所菩萨的部分来讲 就是标出 所谓的讲出这个五点 就是如来意念清净 如来意念清净 就是告诉大家的 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仍以此 法门受持 读诵修行 这位如来以佛智慧 惜知识人 惜见智人 最小时要讲这一段 他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 如果说 成上一段的解释 就是 如果知道 如来这个 所谓的金刚波瑞法门是 所以的 那个 如来说 第一波罗蜜多 就是 把它 把它视为 非常珍贵的一个 非常超胜的一个 修学的一个法门 所以第一波罗蜜多 而且也是 所谓的最上的波罗蜜多 而且能够 受持独受 而且为人解说 这样子的 如果有这号修学人 修学者 如来一定会说 所谓的如来意念 就是 如来能够受受他们 受受这一类修学者 就是 如来以佛智慧 惜知识人 惜见识人 还有 惜觉识人 这是告诉大家的 如来一直在 告诉你说 不要以为如来好像不管我们 就是如来的法身 如来 他本身来讲 还是非常的 色受我们 他一直在观望我们 这个 佛弟子在做什么 有没有好好的修行 他这个是说 如来 习知识人 习见识人 虚觉识人 就告诉大家的是 你不要以为说你在修行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没有修行 人家看不到 你也不要以为说 我们修行好像没人知道 这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如来以佛 他的智慧 他都知道 你在干什么 就是告诉你说 如来意念 就是他能够知道 而且受受 我们这些佛弟子 而且尤其是这一类 完全就是非常的掌握到 我们所谓的法门修学的一个精华的地方 就是金刚般若法门 因为我们从前面到 一直从上卷 说到快要中卷结束了 就是意味着 这个本金刚般若法门 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经典 我们学习着 我们修学着 一定要 一定要 所谓的授持独授 而且如理作义 而且为他能说 这是我们要知道 这本金刚般若法门 是佛非常非常的强调它 表示这个金刚法门 或是般若法门 是在修学的功课里面 是你应该要注意到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如来意念清净 第二个就是说 他设福德 设福德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掌握到 金刚般若法门 而且 一以此法门 受此读 送修行 为他人眼说 这个是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这个叫设受福德 他本身来讲 他的福德 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这个不可思议 前面佛一直在用较量的功德 来跟他说明 就说明这个读诵 般若经典的法 这个功德 是非常非常的殊胜 而且是不可思议 而且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个是比世间的布施 还有比世间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舍身 比世间 我们后面也要说 比这个我们 如释迦美佛在 在后面所说的 我念过去无量阿珍子节 他在 在我们的说 在兰登佛前 他只 八十四亿 那由他百千万诸佛 他都一一供养 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这个佛 这个是念过去 这个时候 兰登佛的时候 他已经是巴蒂菩萨 这个巴蒂菩萨 佛在巴蒂菩萨 他还是亲自的去供养 那么非常非常多的 他如金刚君所说的 八十四亿 那由他百千万亿诸佛 那么多的佛 佛在一个一个 亲自的去供养他们 这功德非常非常的修盛 可是佛告诉我们 他这个功德比你受持 你好好的依金刚波瑞法门 依金刚波瑞法门受持独送 努力作义修行 这种功德更为殊胜 所以他一直在指出金刚法门 金刚波瑞法门是你应该要去学习的 应该要加以保握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学的一个 所谓的修行的一个法门 那这是社福德 那后面的部分来讲就是要讲到 所以战弹法 就在一直在强调这个金刚波瑞法门的殊胜的地方 还有赞叹金刚波瑞法门的威力 那个威力是怎么讲 就是后面讲的灭罪 他的灭罪 而且这样子的 就是一直非常的强调 我们这个金刚波瑞法门的非常必要修持 它是一个我们大家如果是学习者修学者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 所谓的注意到这个法门的修学 这是我们赞叹法籍修洗这个部分 那后面来 凤念的就告诉你说 这个如果有讲诵 这是我们讲的天人等应该供养 那我们讲这是第四段 后面就是讲 如果说你受持独送金刚法门的话 你可以灭罪 如何灭罪 我们下面再详细的来报告 这个是 也是 应该还没讲到了吧 还没有吗 就是要讲到 第一个如来意念亲近 就是有关于第一个 因为整个 这整个大段落 无所菩萨把它分为五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如来意念亲近 意念亲近就是 你要加以修学者 我们要加以受持这个金刚波瑞法门 就是受持独送 如果说你能够 好好的去把握 而且非常的 非常的珍重 这个金刚波瑞法门 如来一定用佛的 所谓的法业 佛业 知我们 知你在修学 如来以佛业能够见 我们这个 就是 最好就是修学受持金刚法门的 这个修学者 这是我们 宜中受者就是读送顾 词就是不忘 不忘的那个忘是忘诗的意思 忘诗 受就是我们家 家里去修持读读送 这个受持本身来讲就是他只有讲受持 其实应该要加上读送修行 如里作义 为他人也说这些 就是若读若诵者 只说受持 因故 就是唯予受固读 就是这个都是告诉你 为什么要受持 就是我们要受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受持这个经典的话 一定要读送 你不读送怎么去 拿这个所谓的金刚法门 这个所谓的口诀 修学的一个秘诀 去加以运用 因为受我们就是要领受它 领受法义的一个 所谓的意义 跟它的效用 如果说你不一直在温习它 读 你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领纳 这个所谓的法义的 所谓的深奥处 法义的意义 这个读 语词就是我们要持用它 就是我们要诵 诵就是说 我们前面的读 就是拿着一个法本来读 诵就是说我们会背诵 就是你非常熟悉之后 加以能够背诵 所以读的话就是习 让我们能够加以温习 加以背诵 词就是我们讲的总词 就是能够加以 这个金刚波罗法门的 一个所谓的圣圣的地方 总精华的地方 还有它的总刚 能够加以保握住 提刚月灵的 来加以保握住 这个金刚法门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修学的一个口诀 修学的一个 所以我们讲的一个秘诀 这是我们讲的如何的 就是我们讲 整个来讲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 如来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而且指出这个金刚波罗法门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家里看这个什么叫做 摄福德 因为大家要知道说 好像 就是告诉你说 大家要好好的 受持这个 我们讲的受持读 不送休息金刚波罗法门 如果说你能够这样子做的话 它的功德 能够比得上前面的布施 还有舍身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我们受持佛典的功德力 就是告诉你说 何者为设福德 因为金言就是 接得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修 这是出名前行所设福德 后臣前说福德多益 就是出 我们前面所说的 一直告诉大家的 其实这个金刚波罗法门的功德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前面都已经一直在 标示出 他一直在标示出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加以非常的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深刻 那后面也是一直告诉大家的 这个金刚波罗 读诵词 的修行 金刚波罗法门 他的福德 多益 多益就是 我们还要再度的比较 再度的让大家能够确信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确信的话 好像就是说 我们在修学佛道 要成就无上功德 要成就大菩提 要成就大涅槃果 一定要有福德之良 给智慧之良 那我们的福德之良 来自哪边 其实可以来自于 秀词读诵 所谓的波罗经典 那当然如果大家 当然也可以读诵 秀词 这本经典 这个是福德的来源 这是我们讲的后面就是要较量 第四较量 大家要知道这个较量功德 他以无浙卜菩萨来讲 这已经是第四个较量 在离定位中 于中三分 这个是 其实我们这一段 这一段大段的经典有两个较量 一个是 所谓的三 就是在一日的时候 早中晚 三次的舍身 舍身布施 而且这个舍身布施台 还要经过 就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 如是恒河沙等无量身 而且经过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以身 就是你经过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而且每一天 你都能够三次的做舍身的布施 这个功德非常非常的浩大 这个浩大来讲 他不如一经 信心不棒 就是说 虽然这个三次 在一天三次里面舍身 而且要舍身 舍身要经过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这个这样子的功德 当然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多 在释迦梅弗跟我们讲说 这个多是可思义 是可思义的功德 但是我们都设读诵经 并让波瑞法门为他人演说 这种功德是不可思义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是可思义 一个是不可思义 那我们如果说你能够对于这部经 佛说这部经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佛说这个经典 他的修学一定要依照 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所谓的无助向不思 用这样子在我们的 我们的修行里面 一定要无助向不思 我们讲说一定要所谓的心无所住而 心无所住而生清静心来做这个六度万行 这是我们加以强调的 而且他要做到说你所有的六度万行都要做到无证 无取 无说 这样子的才是叫做能够对这个经典能够知道 他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对他加以坚信 而且不会毁谤佛说这样子的法义 不会去诽谤 所以我们下文的部分来讲 最主要这是无所不少解释 其实这部分来讲就是 整个修学来讲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那个十回向的这部分 他要转到那个所谓的最后的这个四三根的部分 依照那个无所不少解释 他这段落里面已经是转到 已经是要进入到四三根 那这是我们 就是依照无所不少解释 一定要进入四三根了 那四三根之后的下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下一段落 他这个是那个处理 因为我们这边来讲是第十章 唯离缺少智慧之量 那第十一章是唯远离智取 这个智取是已经进入到暖胃 那我们比较少讲这个部分来讲 就告诉你说大家要知道 这个部分来讲已经在无所不少的排列 修学的排列次第来讲 已经是进入到所谓的四三根的修学阶位 这个部分来讲 因为色福德的部分来讲就非常的强调 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一天三次来布施 受识读诵这个金刚波勒法门的话 你就告诉你是大家的在修学的地方 可能不是那么具足 就告诉大家的 这部经典是非常重要的 修学者应该要加以修持 那战难法的部分 即修行 这个是一直指引到我们金刚波勒法门的重要性 就是经典以药言之 什么叫以药言之说 就是总 整个在修学法门来讲 整个在集合起来 总纲要来说 所以以药言之 整个来讲 我们整个纲要来说 这个金是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的无边功德 这是大家要知道的 这个金刚波勒法门 除了金刚波勒法门 我们也可以知道是波勒法门都是 因为金刚波勒法门是 波勒法门的所谓的金法版 金法本 就是精华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要知道的 金刚波勒法门是波勒法门 本身来讲是具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的无边功德 因为这个功德 让你难以想象 你只要读诵授词 所谓的如理作义 为他人演说 后面乃至正道 最后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中卷里面 要结束的就是要正道真如 依照无所菩萨的解释 就是我们最后一个 离这个吴教授的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已经要去正真如的部分 所以这个经典来讲 它具有非常非常不可思量的功德 这个是赞叹法 就是告诉大家的 不要小看这个金刚波勒 你只要受持他 你绝对是见到者 你绝对是圣者 乃至于依照这部经典 你绝对可以成就佛的 所谓的佛菩提 因为这部经典第一个 我们的虚菩提就问 问我们这个所谓的 云和菩萨大圣中 发阿洛多三秒三菩提心 就是他 那修菩提就问这个 我们在大圣的修学的次第里面 要如何发无上正能正觉性 他本身来讲 就是要成就无上正能正觉性 也就是要成就我们佛陀的大智慧 大菩提 所以我们这个 这部经典 就是他本身来讲 就是可以成就佛果 依照这部经来修学 一定可以成就佛果 所以这个是侦探法 其中在这部法不可施 而且为自觉故 就是他本身来讲是 你要正到这个谁的 我们讲的 一切圣者皆以无违法而为 而有差别 这个部分 不是说 我们讲的 一切圣者皆以无违法得名 这是为自觉故 就是你要正到这个法门 一定是为正 你要清正他 叫为自觉 这个不可施议 只有正到 他才能够知道 这个不可施议的意思 那不可施议的部分来讲 前面是讲 不可施 就是告诉你说 你要清正道 不可施议 说 无有等即胜 结果所以说 这部经 这部般若法门 不是金刚般若法门 他本身来讲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 他是非常殊胜 非常殊胜的一部经典 而且二胜没办法 跟他起等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超圣 那个 这个是 使法门如来为发大圣者说 就告诉大家 金刚般若法门 他是 是如来 释迦牟以后 为发这个大圣 成就大圣的修学者而说的 而且为 发最上圣的修学者而说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说 大家能够接触到这个金刚般若法门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 所谓的 很难 所谓的 稀有难得 就是大家要知道说 你能够发这个大圣 能够发这个 无上般若般若密 发这个 所谓的 我们讲的 阿鲁多尔三秒三不提心 就是 大家应该 如果能够读诵般若法门 都是会有发这个 所谓的阿鲁多尔三秒三不提心 这个就是发大圣 发最上圣 而且 而且他本身来讲就是具备 就是未来一定是成就 不可称 就是我们讲不可称 就是余圣不及 就刚才我说的就二圣不提 不是 那个 我们讲的就是 金刚般若法门 可以对峙烦恼跟所知障 而且说为最圣 那我们 我们讲就是说 金刚般若法门 原则上来讲 就可以扩充到般若法门 般若法门来讲 原则上是可以扩充到大圣的所有法门 所有的经典 不要认为说 只有 只有很狭义的 只金刚般若法门 原则上来讲 大圣的所有的佛典 都可以 说为是我们讲的 那个 金刚般若法门 这个是讲 那个所谓的解释不可称 因为他 那个 他本身来讲就是 大 违发大圣者说 于二圣没办法跟他起等 那 什么叫最圣 因为 这部金刚般若法门 可以对峙恶障 恶障 可以亲近恶障 就是烦恼障 跟所知障 所为最圣 这好像也讲过了 重复 这都是在解释什么 就让大家能够知道 这部金刚般若法门 它是非常的超胜 它非常的殊胜 因为 世间人都没办法相信 这个 没办法注重 这个金刚般若法门 让我们能够 能够越来越能够 信心越来越巩固 加强 深刻 这是 选法及修行 出名探法 就告诉你说 就是 赞叹这个法门的殊胜 这个法门的殊胜 就是 如来为发罪上圣的说 为发大圣的说 显示这个法门是 是高级班 这个是高级的修学者 修学的功课 这是我们讲的 后持法门下 从显前沿不可思议 就告诉你 这个双讲 这个不可思议跟不可 所以的 那个 称量 那他们 什么叫不可思 因为世间的 有漏群世法 就是有关于世间的 这些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 群世 我们讲的就是 我们的会跟 师心所 在推量 在推量某些事情 世间 很多的一些见解 都是靠群世 就是我们讲的 一直去 深推量 浅推量 所有的一些 世间的知识 非比境界 明不可思 就是有 世间一直靠着 群世的力量 深推舵跟浅推舵 这群世 他本身来讲 就是会 会心所跟失心所 两个 合集的 这个 所谓的 这个 深推量跟潜推量 你不管我们世间的 最聪明 最聪明的人 他 经过他的 巡视 经过他的巡视 会心所跟失心所 去 一直去推量 推求 我们的这个 金刚波罗法门的 这个无量无边的功德 都没有办法去失量 因为不是他们的境界 我们 这个 金刚波罗法门 受持独送的功德 如果佛没有跟我们 一直在加强的话 我们第一次听的 就是都会觉得 是这样子吗 我们都会打一个问号 就是会打个问号 我们的这个 这样受持独送 比我们讲的 一天至终 有三次布施 而经过 而且要实行的 非常非常的久远 这种功德 我们的 你要只要读送 受持 金刚波罗法门的话 他的功德力 都可以超胜 你都会想说 是真的这样子吗 所以佛一直在较量 让你能够确信 让你能够确信 就是不可施 为自 自 自 自正 绝固 就告诉你说 不可撑 不可撑 另外一个结识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 自己 要轻正 这个是 圣制 就是我们讲的 圣人的 无分别制 自正觉 就是他一定要轻正 这样轻正 没办法跟 世间没办法跟他 齐等 亦无过正 就是 就告诉大家的 就世间人 没办法跟他 所以的 无过就是没办法比得上他 这样子的智慧 是叫做不可撑 就是 显示这个金刚波瑞法门 读诵授词 如理作义 而且要为他的眼说 这种功德 不是世间可以 加以 施量 加以 所谓的 推 所谓的 推求 推量 的境界 这个叫不可撑 不可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是只有 圣人 亲正的一个 境界 这也是 让大家更能够了解 这个金刚波瑞法门的 殊胜 都是不可撕 不可撑 不可量 这是绝世 不可撕 所谓的不可撕 大家要知道说 我们一直讲说 那个 一切 真如不可 不可撕 不可 不可说 这都是告诉大家的 真如 或是我们讲的 金刚波瑞法门 他不是我们意识 世间的意识 去施量的 就是非情失 非我们有情的世间人 用第六意识 去一直去推量他 去一直去推求他 或是推论他 这是我们世间人 没有办法用意识去 去思维的境界 不可撑量 不可撑量就是 非语言的 所谓的形容 可以撑着说 说得上这个所谓的 金刚波瑞法门的 所谓的深刻的地方 不可撕是我们第六意识的 这个部分 没办法去思维 失量 不可撑量的部分来讲是 非我们语言境界 语言的文字去形容的境界 这让我们更能够了解 什么叫不可撑 不可撑 不可量 那我们在整个修行的部分 前面瞻探法的部分来讲 让大家非常的 就经过这样子的较量之后 让大家更能够兼顾 金刚波瑞法门的 所以这部经典 在佛典里面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 有它的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我们这也是讲到说 这是后面都是要讲到 修行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 独送受持 顾佛受受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佛会加以的意念跟受持 清净 赤明此人成就圣德 就是我们讲的 他会成就我们所说的 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他如果修行的话 他会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赞探法门 赞探也说过了 他后面要讲的是修行的部分 你修行的部分 你就能够所谓的 佛一定会射受你 而且你会能够得到 无量无边的功德 另外要讲到说 你 就是我们讲 如是人等 则为赫誕如来 阿罗多尔三秒三不停 就是整个 整个大的段落就是 那个 虚佛地以要言之 是今有不可思量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 读送受持 修行金刚波罗法门 你就会能够成就 这个无量 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的 无边功德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前面你可以 佛一定会射受你 顾佛射受受 就是我们讲的 佛会加以 意念跟亲近 亲近你 第二个是讲 你会成就 无量无边的功德 第三个是讲 就是你如果能 第三个就是说 后面肩负着菩提的重担 就是如是人等 则为赫誕如来 阿罗多尔三秒三不停 就是你未来会 赫誕的 就是会挑起 如来的佛大的事业 佛的事业 因为我们菩提 就是佛的事业 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说你能够依照着 金刚波罗法门的话 未来你也可以 为他的眼说 也可以加以 宣说这个金刚波罗法门 你就可以 让众生能够成就 无上正等正觉 这个叫做 赫誕佛的事业 这是还是要加以 讲这个修行的部分 就是赫誕如来 阿罗多尔三秒三不停 是非为赫誕 菩萨的重担 就是说他是赫誕如来 佛的大事业 他不是指赫誕 菩萨的这个 所谓的 这个部分 就是他会赫誕如来 整个的佛的大事业 会挑起佛的大的 事业的重担 我们引用 世青菩萨的解释 就是世青菩萨是讲说 那个事现受实真妙法 事现受实真妙法 就是说 那个 就是从这边来讲 就是这整个大段落 以世青菩萨的解释 就是你能够 谁的 那个 成就不可思议 不可真量 无有边 无量功德 然后你又可以 赫誕如来 阿罗多尔三秒三不停 就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受持这个 所谓的金刚波瑞法门 这个 真妙法 一中出名 大击辞颂 出名大击辞颂 就告诉你说 这个是谁大圣 发大圣者说 为发最上圣者说 这个叫大 我们讲的就是大根基者 就是我们 就是所谓的第一号 最上 最优秀的修学者 就是大根基 而且为赫菩提 赤血二圣 凡夫不能听色 这后面就会讲到说 那个 落落小法者 如果说你只有 喜欢读诵这个 这个 所谓的 小法门 这段 落落小法门的 就是还是要 虽然这样子说 还是要回 用这样子说明来 更凸显 这个金刚波瑞法门 是 为所谓的 发大圣者说 为发最上的 圣的菩萨 所说的 这是 解释这个 落小法者 这一此情不能 受持读诵 修行为人 也解说 这是 这是讲 落小法者 有两位 两等 两类 别的人 两类 型的人 第一个就是 我们讲的 声闻 独觉 圣者 第二个是 我们凡夫 众生 声闻 独觉 这个是决定性的 声闻 独觉 圣者 不是 所谓的 所谓的 回小向 大者 那个 我们 要知道的 这个 波瑞 经典 或是 波瑞 法门 或是我们 金刚 波瑞 法门 唯 为 求大圣者 说 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说 同样是 无漏智慧 波瑞 法门的智慧 一定叫 波瑞 我们 声闻圣的 智慧 不叫做 波瑞 在我们 在 我们讲的 在 我们讲的 第二分 不是我们讲的 大品经 其实大品经 的部分 里面有讲 声闻的 智慧 也可以叫做 声闻 菩提 也可以叫做 声闻 菩提 不是 声闻 波瑞 只是 为什么 我们一直讲 就是说 在声闻 他的智慧 也可以叫做 无漏智 或是 无漏慧 可是 他的智慧 就是阿罗 不是我们讲的 那个声闻的智慧 他的智慧 要跟菩萨的 来比较 他就 不敢 称自己的 智慧 叫做 波瑞 他非常非常的 客气 因为 菩萨的 无漏智慧 实在 太浩大了 所以他的 虽然他也是 叫做 声闻 波瑞 声闻 菩提 可是他不敢 称呼自己 是波瑞 以显示出 菩萨的智慧 非常难以想象 所以不可思议 你要知道 为什么 波瑞 唯为求大圣 者说 就是波瑞 他专指的是 大圣的 无漏智 或是 无漏慧 他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 能够成就 大菩提 就是我们讲 无上正等正觉的 这个所谓的 佛制 这个妙法 就是金刚波瑞法门 或是我们的 波瑞法门 妙法 最极难量 就告诉你说 他一直 佛一直用批语来告诉我们 金刚波瑞法门的 殊胜的地方 他的功德的地方 他是一直在批语 我们前面都可以用 可以看到 感受到 佛一直加强 让我们能够注重这个金刚波瑞法门的 修学功课 所以叫 此妙法 最极难量 那小圣 意乐 下列 小圣 就是我们讲的 声闻圣 他的 他的修学的 这个 目标 叫意乐 跟菩萨来比较 跟佛来比较 他就差 差非常非常的远 叫做 意下列 就跟佛的 那么 那么高的境界 声闻圣来比较来讲 他就知道 非常非常的 是不急 所以不能以此经而发去 他 就是知道说 自己 没有 比不上 就是他 他没有办法 真正的 来 对这个金刚波瑞法门 或是波瑞法门 去下功夫 也 没有 尤其是决定性的 声闻圣者 他没办法 就是 他不发去 他不会 所谓的 把这个意乐 修学的意乐 把它发到 成就 无上证的证据 他只 想要离开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 生死苦海的 这个所谓的 沙坡世界 他只想要 离开生死而已 他不想要 成就大智慧 这个叫做 所谓的 意乐下列 乐小法者 所以说 佛在 一直赞叹 这个所谓的 这部 金刚波瑞法门 一直强调 这部法门是 为发大圣者说 为发最上圣者说 所以说大家 不要小看自己 大家都是 未来都是 为发最上圣者 为发大圣 所谓的发大圣者 大家未来 大家未来 已经走 就是 大家都是属于 异乐大法者 大家不要小看自己 这告诉你 大家的是 如果说你 情乐小法 或信解人空 这告诉你说 这个说是讲 决定性的身份 圣者 还有说 信解人空 就是他只信解 我空而已 他 没有悟这个 法空 就是 二圣有 法治 所以他一直 只对这个 所谓的法治 二圣的法治 他只对涅槃 有兴趣而已 他不对 所谓的 佛的大菩提 大无肉 正等正觉 发生兴趣 他只有对涅槃兴趣 他因为他认为 生死是极苦 所以他一直想要 离开这个 三界的苦 生死苦 所以他只 乐于 所谓的正涅槃而已 这个叫做 身文圣有法治 所以不堪文 就是他 对这个 所谓的 无上正等正觉 因为波罗法门 完全是 他的 主要的走向 说法的重点 完全摆在菩提 完全摆在菩提 所以他 对一个 只决定性 要所谓的 离开三界的苦海 正涅槃者 他对 这个所谓的 菩提 这个部分来讲 他比较没有兴趣 所以不堪听闻 那外道 反复更是 只有我 而且他指 外道的修学者 他指他所听 他所了解的 修学的方法 就是菩提 所以他还是具有 我法的执 执着跟捆绑 他没有办法去 所谓的 去求这个所谓的 最殊胜的解脱法 不是最殊胜的 所谓的 菩提 他也没办法 真正的听闻 就是从这个 乐小法者来双说 这个法门 非常的殊胜 而且一定要 所以的 走向这个成就 佛的无上正能症学者 最好修学者 才能够办到的 是刚才讲过了 那我们整个 就是要 接着就是要 讲到灭罪 其实应该要讲到 那个所谓的 人天等供养 这个部分 好 这是应该要讲到 人天的供养 这个 虚普提 在在处处 若有此今 一切世间 天能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之此处 则为世塔 皆因 恭敬 作礼围绕 与诸香花 而善其处 这应该要讲到 这一段 第四个 就是诸天的供养 因为这部经典 是像佛 一直 指明到处 这个所谓的 般若法门的重要性 所以说 如果 有这部经典 在的地方 我们人天 一定要供养 而且 当之此处 则为世塔 皆因 恭敬 这里围绕 以诸香花 而善其处 这是 让我们 能够知道 金刚 波瑞法 是 他 如佛一样 似同于佛 就是 大家知道 所以要 所谓的 用 我们要供养 而且 我们要 那个 恭敬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 那后面的才讲到 进行到灭罪 灭罪的地方 后面整个大战 全部讲灭罪 灭罪的地方就讲 先要讲是 先要 所解释的 什么叫做 为人亲见 这件事情 那 再来就解释 为什么会 受 所谓的 为人亲见 出标亲见 是这一段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他在读诵 受词 波瑞法门 这个时候 他为人亲见 被人 所谓的 所谓的 瞧不起 这个时候 何以故 就加以解释 即使你 因为我们讲 我们前面一直讲说 你受词 读诵 波瑞法门 一定会有 福德的受诵 这福德 还非常非常的 不可思量 这样你既然 有那么多的福德 为什么还会 还会 你这辈子读诵 受词 还会 为人亲见 就是 你一定是 被人瞧不起 或是说 你一定有很多 都是不足的地方 这叫为人亲见 为什么还会有 这样子 这回事 因为前面都告诉大家的 你 我们这辈子 读诵 寿寿 寿 金刚波瑞 经典 你要读诵 寿寿 金刚波瑞 经典 还是要 过去生 有很大的福德力 你这辈子 又读诵 寿寿 金刚波瑞 经典 应该是 有很多的福德 那为什么还会 就是你读诵受词 而且你又是 算是 非常的 就是我们讲的福德力 非常够的一号 修学者 为什么你还 你又读诵受词 为什么还是为人亲见 所以我们要加一种 这种情况 就是有 毁入事 毁入事有非常多 有时候我们有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为人亲见的事情 有非常多 这个亲见的部分来讲 这个是 我们释迦美佛 就是告诉大家的是 你这辈子读诵 寿寿 金刚波瑞 经典 应该是 你的 过去生 应该是 所谓的 布施 布施 成就非常多的功德 福德 你才会 有这个所谓的 金刚 才能够受词 读诵金刚波瑞的 机会 那为什么 你又 依照这样子来讲 我们应该是 不会 应该有非常多的福德力 才能够读诵受词 金刚波瑞经典 可是 你读诵受诵 金刚波瑞经典 反而 招人 轻鉴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的 一经典里面 佛告诉我们的 是我们过去 先是罪业 则为 消灭 意思就是说 世人先是罪业 因夺恶道 与今 世人 轻鉴固 先是罪业 则为 消灭 那未来 当得 阿若多 善妙 善不停 这个是佛告诉我们的 就是说 我们 我们独送受词金刚波瑞经典 可是在这辈子 我们还是为人亲贱 就是为 没有 就是为人亲贱的意思 就是我们 没有像前面所说的 有那么多的福德 有那么多的 无量无边的功德 那 那个 我们因为福德不够 所以我们为人 为人亲贱 这样子的话 佛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 重罪转轻的意思 但罪 但罪灭 转重令轻 我们可能过去做了 非常不好的事情 应该剁 第一道 二轨道 可是我们因为 这辈子因为 即使你读诵金刚波瑞经典 可是 你在受词的时候 人家 受到非常非常的 严重的辱骂 这叫做为人亲贱 就被人亲贱 被人瞧不起 被人所谓的责骂 这都是亲贱 这样子 这个意思就是 你过去 做了非常大的一个罪业 应该要 躲恶道 可是你因为受词读诵金刚波瑞经典 所以 让我们的 罪业 重罪转轻 被人喝 被人喝骂 这个是 这个是 重罪转轻 只有 本来应该 剁地狱道的 可是因为 为人亲贱 这个时候 你 这个 所以 才免于 堕入 所谓的 地狱道 所以 变为 无当来 重 地狱苦 就是 即使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 好 我们继续上第二堂课 这个是告诉我们的 就是 我们在读诵寿司金刚波瑞经典的时候 为什么还是挫折那么多 挫折非常的多 等一下被一家喝骂 等一下又好像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好像生活好像都非常的 所谓的 所谓的 不顺利 这个叫为人亲贱 舍人喝骂 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 这当然是 依照 无卓菩萨的解释 就是 重 重罪转轻 我们 依照我们的这个 这样子的 所谓的解说 就是你在读诵 受持金刚波瑞经典 或是说 你在修学大圣佛法的时候 你还是会遇到非常多的事情不顺利 这个时候你福得不够具足 就是你事情非常的不顺利 甚至有时候做什么 就被人家所谓的 所谓的 招白眼 这个是非常多的 就告诉你 为人喝嘛 这个时候 就是人家看到你做什么事情就不顺眼 这个 这个做是 就是为人喝嘛 他这个意思告诉大家 即使是这样子 你还是要继续修持金刚波瑞法门 这个是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意思 因为我们在修学的时候 真的修到最后 这个好像好像没有人要理你了 到最后 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还是要对金刚波瑞经典 还是要非常非常的 所以的 那个 巩固 要坚强 因为真的你有时候 修学修到 最后都没有人要理你了 就告诉你说 我们 但还是说我 依照修学的部分来讲 因为我们 依照佛说的 我们修学一定 就后面我们在前面来讲 就是 我们要 我们要突破这个乏寿用苦忍 这一点来讲 我们前面所说的 你要对峙这个流转苦 还有 还有这个所谓的 那个 众生相为苦 还有另外是 伐寿用苦 就是说 我们在修学的时候 我们要 去取非常非常的 功德之良 这个时候 你可以突破 这个所谓的 缺乏 这个所谓的 你要 你要 有什么 你可以 突破这个 你想要什么的时候 没有什么的 这个所谓障碍 这个叫 伐寿用苦 因为我们 比如说 不是要对峙 要对峙一个人 要 帮忙一个人 有时候什么都拿不出来 这个伐寿用苦 那我们 我们在修学的时候 应该是慢慢的 脂量都会越来 要越来越 具足才对 越来越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 你在寿子金刚 剥热经典的时候 如果说你过去真的是 因为我们过去 因为没有听闻佛法 也没接触到 大圣的佛法 我们过去可能 造了非常非常的 多的恶业 应该也会 因为我们 也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 就知道 告诉大家的 你在寿子金刚 波尔经典的时候 你这一次 你可能就是会 遭受到 非常非常多的挫折 这个挫折 我们 无所不少 跟我们讲的就是 不是我们的 释迦美佛 告诉我们的是 种罪转轻 种罪转轻 这个时候 你由这个 为人喝嘛 这样子的 你只要承担 你就未来会 所谓的 变为无当来 种地义苦 我们未来会 越来越的 所谓的种罪转轻 这个种罪转轻 后面才 加以解释 为什么可以 种罪转轻 所以 而且你可以 种罪转轻之后 你还可以 甚至于 你可以成就 所谓的 当德 未来绝对可以成就 无上正能正确 就是阿罗多 三秒三菩提 就是表示可以灭罪 而且未来决定 可以当德菩提 有这两件事情 所以不要小看金刚波的法门 他可以灭种罪 而且他可以 未来决定可以 得无上菩提 就是除了灭罪之外 他还可以得无上菩提 好 这个是第五个灭罪 这是主讲灭罪 出名灭罪 这个灭罪就是 种罪转轻 后次以末后世 就是显示多福顾 显示就是说 你会 过去你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 众业 因为你受持独宋金刚 波罗的经典 所以你在受持的时候 会 所谓的不顺利 会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时候你会 遭受非常非常多的挫折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就是 所谓的重罪转轻 这个时候 你 而且未来 除了要 灭重罪之外 转轻业之外 你可以 所谓的 显示多福 就是未来 越来越会 多的福德 而且会得 无上正等正绝 就是 我们说的 可以当得菩提 就是 后当之世经 那个 后当之就是 因为 他可以灭罪 灭重罪 而且他可以 所谓的 当得菩提 这个 这样子的 反过来 就是说 如果你 你毁谤他 就是我们讲的 后面的部分 破有人闻心 则狂烂 服役不幸 而且 会 毁谤他 这个时候 当之这个 法门不可思议 果报亦不可思议 就显示这个福体 而且他的果报 不可思量 这是最主要 要讲到 灭罪 灭重罪 然后 讲到他 未来一定可以得 菩提 无上菩提 这个反过来 就说 你如果有 对他 诽谤 这个果报 是不可思议的 初中有恶 就是 出名 罪业 我们讲 出名罪业 就是先是过去 所造 众业 因多恶 到这件事情 那后面的 讲他的福德 又再一次的较量 就是让你一直 非常的要 现在就告诉大家的 你一定要非常坚信 这个金刚 波罗法门的意义 以及在佛经典的地位 是非常不可 所以我们知道 他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就是 自我念过去 这个是显示 金刚波罗经的威力 而且是 此出位 由听文读诵 这不经过 这个 这个是医学 这后面就是 讲如何 说为可以 重罪 清授 所以你除了 听文 授此读诵 这不经典 而且乃至 未来 依照这部经典 的学习 你可以证这个 所谓的 无分别字 所以这部经典 最重要的意义 在于 你要证的 就是未来一定要 要你去清证这个 所谓的真如 而且清证真如 就是所谓的 无分别字 无分别字 这个正 这个二空理 二空理就我们讲的 那个 我们讲的 二空所显的 真如理 就是无分别字 正这个二空理 那个二空 我空跟法空之后 我们讲的 我烦恼障 跟所知障 或是我们讲的 这个所谓的 那个 我们讲的 巨生 巨生的 这个部分 我们讲的 应该是讲 分别的 我执跟法执 好 这个空 之后 会 我们讲的 会显示出 真如理 好 这样子 你就可以 这个时候 二障都亡尽 好 这个叫做 真灭罪 好 你 你只有在 这个 所谓的 见 无分别字 正 我空 我空跟法空 这个时候 见真如理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 你过去 所做的 这个 重罪 都是 幻化 所以他 为什么可以 灭 重罪 这个是我们 我们要知道的时候 他为什么 可以 灭 重罪 因为 如果说 你能够 这个 医学 无分别 字正 二空理 你就可以知道说 即使你过去 所种的 你所做的 这个 所谓的 那个 恶业 好 都是 幻化的 好 这个时候 你 愿意去 承担他 好 这个叫 灭 真灭罪 因为那个 幻化的 好 我们 菩萨知道 他是幻化的 那当然 是不实在的 好 那菩萨 当然是愿意 在 承担 他过去 所做的 这个 重罪 这是 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 为什么会灭 重罪 清授 就是 出名 罪灭 就是 由于吃雇 分别 恶业 醉身 是我们讲的 因为我们 无名的缘故 我们 过去是 做了 可能非常多的 这个 所谓的 所谓的 不善的 这个 所谓的 杀道瘾 这些的 实不善业 这些 如果说 我们现在 若听闻 这个金刚 波瑞法门 我们会慢慢的 得这个 所谓的 智慧 这样 这样得智慧之后 我们会慢慢的 断除 这个所谓的 分别我 之跟 分别法 之的 部分 所以断除 分别禁 这个叫做 灭重罪 就慢慢的会 我们不再照 我们慢慢的 依经典 读诵授词 金刚 波瑞经典 好好的授词 好好的行 这个所谓的 布施 无助身心 无助身心 清净的布施 你就不会有 我之 知道 没有 知道 我 我施 你不会再 强调一个 我在布施 好 这样你就不会 起这个 种种的烦恼 好 这个时候 你会越来越多 智慧 因为 有智慧 所以你会 断除 所谓的 不正界 因为分别我之 跟分别法之的部分 完全是对我 的不了解 对 种种 现象界的 不了解 好 只为我自己实在 只能 只你自己的布施 实在 好 有我在对你 在做布施 有这个 我慢 好 这个是我们讲的 这个 所以为什么是 真罪灭 就是你慢慢的 好 走向这个 所谓的 一金刚 波瑞法门的修学 无助身心 这个是我们告诉你说 不要有 我相 众生相 人相 受者相 好 因为你一有这个相 你就会 产生我之 我在布施 好 我对你 就布施 好 我非常的 所谓的 高高在上 你在 滴滴在下 好 这样子 好 好 这个时候 好 我们就要断除 这些的 所谓的 我之 我慢 好 这样子 好 慢慢的 不再增加 这个所谓的 好 罪业 好 未来你这个所谓的 正 我们要说 就是正 前面是正无分别致 这个时候 即是罪从心生 就我们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过失 罪业 都是从 就是我们的不善 我们这个所谓的心 我们烦恼的心所生起来的 所以我们 我们还要对我们的心加以去了解 我们 就是要从 我们的心 还从心灭 就是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 我们要检讨我们的心 不要再有烦恼 好 而去灭掉这个烦恼 由此始今 当得正灭罪 这个由此始今当得正灭罪 是 比较讲的是 我们前面所讲的无分别致的这个部分 因为无分别致 正正如的时候 你会知道 你过去所造的这个业 全部都是幻化的 全部都是幻化的 这个时候 你就知道说 你在 在 敞还这个罪业的时候 你就不会 再有说 你被杀 或是说 这些的所谓的 这个执着 所以由此始今当得灭 当得正灭罪 故于现在 终于 得回众 亲授 所以告诉我们说 持宋这个不经刚 波日经典 它未来绝对可以灭 可以灭众罪 我们在 今世的时候 可以亲授 就是为什么可以亲授 就是我们在 我们一直在读宋波日经典 我们就 比较不会有这些不善的心业 我们就没有 一些种种的烦恼 我们越来越亲近 当然 我们众业的部分来讲 没有因缘起来 没有因缘起来 那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就会 比较没有这个 会发生这个 种 种罪的部分 那我们 在 这辈子的时候 我们因为没有 种业的 我们 种业 没有因为 因缘合合 没有因缘合合 现行 那我们因为 过去做了非常多的 所谓的恶业 那你当然没有 很多的福德 你没有很多的福德 当然是 你这辈子 有可能非常非常多的 不顺利 因为你福德不够 非常非常的 不顺利 所以你这个时候 可能会很 在修学金刚波日经典里面 就非常非常多的挫折 这个叫做 为什么他 会说为 重罪亲授 因为你的 未来的 你本来应该要 现这个所谓的 过去你做非常非常多的 恶业 重罪 你可能 如果你不修行的话 你可能这个 重罪马上就现行 因为条件的缘合 马上现行 可是你因为 受识读诵金刚波日经典 你这个过去的重业 因为没有条件 让他现行 你反而就是没有条件 让他现行 那这样子来讲 就慢慢的延后 慢慢延后 所以你这辈子 就比较 因为你福德力不够 所以说 你才会所谓的 轻受 因为福德力不够 所以说你在读诵金刚波日经典的时候 比较多挫折 这个叫做轻受 你就不会说 有过去的重业 马上因为条件而现行 这样子说为重罪轻受 就是我们 在解说 再一次的解释 灭罪的地方 显示这个威力 这威力都是在讲 读诵金刚波日经典 这个如礼作与 为他人演说 这个威力 显示威力 其实是福具的威力 福具的威力 就是告诉你说 比如说用这个所谓的 释迦牟尼佛过去 所谓的清晨供养 无量无边的 所谓的如来 以比所有福具 眼觉高盛 这是告诉我们金刚波日经典 读诵寿 所谓的福德具 非常的远胜 或是我们讲的高盛 这是世卿菩萨解释 我们先借着世卿菩萨的解释 来了解 就是讲清晨供养诸佛 是用较量功德 来显胜这个金刚波日的毒寿 所记得 所得的这个 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是世卿菩萨解释 就是清晨供养诸佛 这个是 虽然释迦牟尼佛 在八地的时候 我念过去无量阿尊子节 以兰登佛前 兰登佛前是八地 四乡美佛 在他修学到八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供养非常 就是亲自供养非常非常多的 那个得值八十亿 那由他百千万诸佛 那么多 他的福非常非常的多 只是这个福德 但是福门 祝菩提法 就是还是属于福德 但是我们的这个所谓 金刚波日法门 受持毒诵 流理修持 还有所谓的维他人员说 这个福德更强盛 更高盛 这样子 他本身来讲就是能生慧解 就是他本身来讲就是 我们讲的无肉 无肉制的来源 而且破裂生死 未来这个金刚波日法门 他得到 他得的无肉制 绝对可以 就是可以 我们讲的 可以成就大涅槃 也叫做破裂生死 就是能够 且真正的解脱生死 叫破裂生死 那 供养诸佛 就只是福门而已 因为 一个是福门 一个是会门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金刚波日法门的 殊胜的地方 这是显示 金刚波日经典的威力 这个诸菩萨 虽父 余行百迁 诸行 若不休息 会波罗蜜 就是不休息 波日波罗蜜多 就是我们讲的 波日经典 那当然是 总精华版 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金刚波日经典 这样子 如果你不休息 波日经典 你终不能 得事达道理 就是说你 你不读诵 这个金刚波日法门 不是不读诵 波日经典 你绝对没有办法 所谓的了达 所谓的了解 真正的道理 这个道理 是什么样的道理 就是气正真如 就告诉大家的 修学第一步 第一个指标 正真如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整个修学第一步 就是要见到 整个都是往见到走 因为你 你没有见到 前面的 后面的菩萨实地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 最第一个目标 修学的目标 就是要气正真如 因为你气正真如 你才能够 真正的 所谓的断除 分别 生死跟本 你才能够 真正的断除 我们讲的 你离开 这个所谓的 解决 这个所谓的 分别的 我之跟法之 第一步就是 三恶道 绝对不会来 三恶道不生 这是我们要 第一个要知道的 佛陀已经背书 就是我们的 气正真如的时候 绝对不会到三恶道 这个叫做 恶道绝对不生 这是我们讲的 就是要断除分别 因为我们分别 我们所有的生死 我们所谓的烦恼 就是不正见 因为分别我之 跟分别法之 全非都是不正见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的一些的观念 不正确 因为不正确 所以 我们思想不正确 我们会做非常非常 多的 所谓的 那个不正确的事情 这些不正确的事情 让我们 所谓的 越来越多烦恼 因为 越来越多烦恼 所以我们就 加身在我们 三界的 这个捆绑 所以我们第一步 就是要正真如 你不正真如 绝对 没办法解决 这个所谓的 生死的根本 所以 所以事故听闻 树正菩提 所以你听 我们依照 金刚般若 经典的告诉我们 就是要听闻 读诵金刚般若法门 叫做事故听闻 听闻金刚般若法门 才能够 马非常快速的 这个正菩提 因为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的 这个金刚般若法门 就是 第一步就是要要求 见到 弃正真如 因为你要弃正真如 一定要修学 慧波罗 我们讲修学 慧波罗蜜 慧 什么叫慧 就是我们讲的 波罗 那波罗 不离开 波罗经典 波罗不离开 波罗法门 那最重要的就是 比较快的 就读诵金刚般若法门 因为它最短 所有的法门来讲 金刚般若法门 算是最短的 最简单 最短的经典 你看大瓶经 小瓶经 非常浩瀚 只有金刚般若法门 佛替我们收射 那么一样的 所谓的 非常的 我们讲的 非常的 迷你型的一个 一个版本 是大家要知道 这本金刚般若法门 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 从灭罪的地方来 一再告诉 一再的显示 一再的指出 指明 金刚般若法门的威力 就显示 其比辅体 及果报不可测量 显示多福 于中有 显示多福就是 跟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释迦佛 亲自供养 这个做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 百千万亿佛的功德 来比较 这个叫多福 出名 得多 男性 就是 告诉我们 本身来讲 金刚般若法门 他独送他 受持他 依他而修行的话 他可以成就 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样子 非常的难以想 一般人真的难以相信 因为这样子非常难以相信 所以他才会讲 经典 金刚经里面讲到说 破有人闻 心则狂烂 呼吟不信 这件事情 因为 不相信 佛这么说 还说 指出这个 所谓的 文破狂 所以狂乱 而且福以不信 就是 第一个狂就是 不相信 一就是 狂就是我们讲的 他听了佛这么说 有点 有点 他 狂本身来讲 就是 他 有点 就是我们讲的 因为他 狂本身来讲 应该要讲到说 那个 对佛这么说 他 所谓狂乱 他 当然是 非常的 不相信 那个 那后面要指出的是说 当支持法门不可失忆 果报亦不可失忆 就是告诉你说 他的福德不可失忆 那 相反的 如果说你毁谤他 那 丹纳果报不可失忆 是显示这个福体其果不可测量 那个 这部 总 总说这个所谓的 金刚波罗法门 这部经 全 无相之意 其实我们讲一直告诉大家的要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也告诉大家的要 随着 那个在 行六度万行的时候 要无助身心 无助而生清净心 这都是随无相 不要助心 都是无相的 随着 法义 无相的修行 如果你受持者 一定会破 刚刚我们所说的 这个所谓的 你可以灭重罪 也可以未来可以当得 无相菩提 就是当破菩提大果 这个教义 既自然量 就我们讲的金刚波罗法门 整个他的意义 他这样子的圣身 非常的不可失量 不可失意 那反过来 他的果报也非常的不可失意 那个 那后面也讲这个波热 就是我们讲的金刚 我们讲的波热经典 或是金刚波罗法门 破奖破战 本身来讲能破众生百千罪业 而且能得菩提 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 金刚波罗法门 可以灭重罪 可以灭重罪 清授 而且未来可以成就大菩提 这叫做破众生的百千众业 能够得到 那未来一定可以得到无上的大菩提 所以说众舍多生命 也不可比量 这是众舍多生命 就是前面的较量不是 就告诉你 前面我们 我们这一个大段落 有两个较量 跟这个金刚波罗法门 受使徒送的较量 一个就是一天之内三次做生布师 而且要经过非常非常多的期间 如是百千万亿 那由他结以生布师 这样子功德 众舍多生命 他的功德都没办法跟他比较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金刚波罗法门的威力 他的威力可以灭重罪 他的威力可以 未来可以当得大菩提 他这个两个威力 而且因为这两个威力 如果你毁谤他 而且福于不幸的部分来讲 就是告诉你说 毁谤 心者慌乱就是在于毁谤 因为你毁谤是 你毁谤的时候是狂乱 才会毁谤 做毁谤的动作 而且乃至于 不相信 这个时候你的果报 这个所谓的 未来的这个所谓的 果报是 不可思议 那像整个来讲 就是这整大段 就是要讲这个 我们无所菩萨所说的 就是我们重复刚才 这一大段 总共就是要讲五点 如来意念清静 赦福德 还有第三个是 赞叹金刚波罗法门 而且赞叹 依照金刚波罗法门 修学独送寿受持 这个最好的修学者 那后面就要讲到 如果有这部经典的话 我们人天都要供养他 那另外是讲这个灭罪 金刚波罗法门 如果说你依持 还有跟他 依照他来修行的话 未来一定可以灭 就是我们讲的灭众罪 亲授 而且未来一定可以得到大菩提 就是整个经文就讲这五段 就是讲这五个大重点 那我们 我们下一个段落就是要 讲到那个 所谓的 也是 这应该是讲究竟无我分 这个时候经文我先念一下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 就世尊云和菩萨花 阿若多尔三秒三菩提心 云和晕住云和享福其心 就好像 这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经文 因为好像大家认为 好像又重复前面所说的问题 那我们的世尽菩萨跟无佐菩萨 并不认为说 就是我们讲的 有些的经文 就是我们讲佛说了一次 有些的解 因为金刚波罗经典 让人家认为是重复 那个就是我们讲 有些老师 在讲解的时候 然后第二次 学生付 付送 付甲 有些是这么解释 可是无佐菩萨跟世尽菩萨 不认为是这么解释 他是认为说 一无佐菩萨的解释就是 一阵道时远离喜动 就是未远离自取 就是再一次提提醒大家要远离 助身心 我取 自取就是我修学 我从前面一直修这个所谓的加工用心 因为前面的修学都是一直在 吉福德之良 修圣行 修圣行这个已经进入暖胃 一时无佐菩萨的解释 已经进入暖胃 暖胃本身来讲就是 我们讲的暖就是道 那个我们讲的 道的这个所谓的明 已经慢慢的显现出来 叫暖胃 这样的明得定 是道的这个所谓的 那个效果 越来越 所谓的显现出来 好 这个时候他 他 他 有所谓的 那个 得到的 认为说 他已经 做了非常多的修学的功课 所谓的修圣行 这个时候他会 会有这个所谓的 那个 好 新生喜药 这个时候他会新生喜药 这个叫做喜动 就是 就是新生喜药 为什么他新生喜药 他会 所谓的 那个会有这个 我取 智取 就是 我 我这样的 修圣 圣行 他会有一个 我 我这样做的意思 我做如是念 这样子 好 有这样 所以他才会 重复 好 又加紧告诉 在这个时候 更要小心 不要 还是要 还是要安住在 所谓的无助身心 这个理念上 所以他才会在 在深刻的提醒说 那个 这个 虚普提才又再问这一段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 更加紧深刻 修学者在暖胃的时候 一定还是 这个无助身心 更重要 他叫 远离智取 好 前面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讲的 离极尽畏 为离缺少智之粮 这大家要知道说 这个是我们讲的 从忍入 因为我们讲的 在印度 我们修学者 他的风气 以禅修 苦行为主 所以说他 这个时候 他这个激进的忍入 做激进 做禅修 这个是我们讲的 做苦行 这个时候 他一直 在所谓的 激进 所以他在禅定 他在 都是在做 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苦行 苦行 几乎都是在禅修 这个时候 做禅修的时候 他 比较缺乏的 这个就是 智之粮 所以我们前面 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的是 一直在标 标明 这个所谓 金刚般若法门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说 你一直在 锁定在禅修的部分来讲 你一定没办法 真正的 所谓的 这个得解脱 所以 所以我们才会讲 前面的部分来讲 非常强调的 金刚般若法门 就是告诉你说 你除了在修定的 定之粮之外 你一定要有慧之粮 这是我们要 知道的 他为什么说 前面是要 远离少智之粮 你能够远离 经过佛一直加强 一直加强 金刚般若 一起提醒金刚般若的重要性 你就是要去授持他 你授持他的这个部分来讲 你才会慢慢的到达 这边所说的这个所谓的顶位 释迦行为 你授持 这样依照这样授持的话 所谓的无助身心 这样子的授持 你慢慢的会 你的所谓的 气正珍儒的所谓的名 我们的智慧越来越增强 所以才会到达 所谓的暖胃 这是为什么他要讲到这边 依照无所菩萨的这个部分来讲 这段是讲到暖胃 暖胃的时候 你更要 因为他下一步就是要 气正珍儒 气正珍儒的时候 绝对要二空 二空的部分来讲 一定要无助 无助的道理 他非常强调这个 为什么一定要无助 因为只有无助行 才能够气正珍儒 这个时候他 在这段的时候 为什么西普提还要 问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为了要强调 你在已经到达暖胃的修学者 他因为前面我们讲的 在资粮道跟家行道 然后要气正珍儒 一定要一个阿珍子节 就非常非常久远的时间 他一直在做这样子修学 然后他也得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盛行 就是我们讲的 非常非常多的修学的功课 这样子来讲 他有稍微的成果 就告诉你说 这个时候 他身心喜要 就是他有 他越来越多成果 就是他身心喜要 这个时候 他会有喜动 喜动一出来 就是马上就是有 这个所谓的 我有取 这我有取 他就是 为什么会我有取 就是我们讲的 他会 这边来讲是 聚生的 聚生的部分 就会 有 我有取 正这个所谓的 我在修学 这个盛行的部分 所以他才会强调 远离喜动 远离自取 因为这样子 才会慢慢的走向 后面的剑道 就是气正珍儒的部分 所以第十二个 就是远离吴教授 就是你 吴教授 本身来讲就是 你在 你在修学 剑道的时候 这个还是要 我们讲的 教授 你在气正珍儒的时候 不是说 完全不要教授 这个时候 你还是 更需要善知识的指点 指引 那我们 就是为什么要讲 这一段 就是告诉你说 第一回合的问 跟第二回合问 在五卓菩萨 跟世心菩萨的解释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问 是有境界的问 有成就的问 前面的是 前面的是 告诉你 要取修 前面的是 要取修是 就是 我们讲的发大圣的菩萨修学者 要如何修行 发无上正的正学 要如何修学 要如何把心安住在哪一个地方 要如何降服自己在修学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赤地里面 要如何把心安住在哪一个地方 这个是 前面 跟这段是不一样的 那佛高虚菩提 就是 这个时候 这个菩萨发阿洛多尔三表三菩提 心者 这个时候 当生如是心 我因灭度一切众生 令入无鱼涅盘界 这段最佳是讲 他还会生这个心 就是我 还有生这个 我 那个 花阿洛多尔三表三菩提 心 还会有生这个心 这个是 这个是讲智取 那个 令入无鱼涅盘界 如是灭度一切众生意 而无有于众生食灭度者 这段话最主要是讲他智取 智取的部分 我们后面 我们等一下 那个 就是 虽然他花这样心 可是他还是有取的意思 就是 何以故 那个菩萨 虚菩提 若菩萨有众生向人 向受者向 则会菩萨 就是我们讲的 如何真正的 作为一个 真正的菩萨 就是不要做这个事 我们讲的众生向人 向受者向 那个 你要如何真正的作为 真正的菩萨 就是 实无有法 名为菩萨 发阿洛多我三表三菩提 这是我们 我们后面在解释 就是 对一个 就是实无有法 就是后面 我们会解释的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菩提 不可说 菩提 就是我们讲的 实无 实无有法 那个 名为 菩萨发阿洛多我三表三菩提 就是阿洛多我三表三菩提 本身来讲是 不可言说的境界 等一下我们再做 依照无所菩萨的 来加以讨论 这边来讲就是正道远离自取 这关于为什么 这段讲自取 我刚才有解释 就不用 我们先看一下经文 就是 云和菩萨发菩提心 云和住 云和修行 云和享福其心 为什么还要再问 就是正道时远离喜动 远离自取 他这边 就是要问说 为什么还要再重复 这三个问题 答这个是想说 这是无所菩萨的答 将入正道菩萨 自见得胜处做事念 就是说 他修学到 所以暖胃的菩萨 这个时候他 他会有 因为行圣行 这个时候他 见到我们讲的暖胃的菩萨 他本身来讲 已经明光显现 这个时候 他有一些成果 成就 所以说 他会有这种的想法 有这样的念头 我如是住 我如是修行 就是前面一路上这样子进行 他如是这样做 他心如何安住在 所谓的 安住在 佛所 经典所说的 这样子的无助身心的这个部分 依照经典这样子的修行 这样子的降伏其心 这样子的灭度众生 为了就是要对峙 这样子的 所谓的想法 这个叫 前面想法叫做智取 就是他已经有这样子的想法 叫做智取 为了要对峙这样子的智取 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才会叫做远离智取 那我们依照 世青菩萨解释 前面是我们无助菩萨解释 但我们了解世青菩萨解释 是第二周问 第二周说 上来未解发心者 就是我们讲的前面的修学 因为这个是第二次 第二周修法 那个就是上来 就从前面的问 菩萨解释问这个 问如何安住 如何修行 如何享福其心 这个三个问题 就是未解发心者 就是还不知道 如何发心的 教令他们能够真正的 发布上正的正觉心 还没有办法了解 如何修行的 教他正确的修学方式 会能享福其心者 教令他们能够了解 如何享福其心 这是我们前面的问题的答案 那这一 这一个部分 坚持一周 就是第二周说到这个三个问题 会以发心菩萨 就告诉你说 这个是已经修学到这部分 佛绝对不是说 不是 这段绝对不是说 副讲 这个绝对不是副讲的部分 就是绝对是我们讲的 依照上修学 已经有一个结果 成果 他还是 要如何做的问题 所以说 唯以发心菩萨言 我能发心乃至以断葬者 乃至 乃至我能断 所谓的 我能享福其心的部分 由身分别故 因为他 还有这个分别说 我有在发心 我有在安住 我有在享福其心 叫身分别心 才会 这样子身心 他会障他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这件事情 障菩提 这个分别是所知障 这个正障仪 这样子的所知障 真正的 所谓的障碍 我们金刚般若经所提出来的 修学的法门 我们金刚经所提出来的 修学法门 就是无助 在所有的六度万行 都无助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正到远离自取 我们在后面 再慢慢的再解说 今天就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 菩萨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